他沒有給我任何患者 或是有毒素 就是他1月31號到過基隆廟口夜市 卻確診鑽石公主號的 美國籍旅客雷貝卡 手拿湯葫蘆對著鏡頭填笑 1月31號雷貝卡搭乘鑽石公主號 來到廟口夜市 而除了他之外 船上超過2000名的旅客 足跡踏遍北北基疫情指揮中心 7號晚間也首次發送防疫簡訊 點名北北基51處的觀光景點 並進行全面大消毒 所有的攤架座椅甚至是水溝 只要遊客可能接觸的地方都不放過 而北北基一共採檢30多人 全部都是陰性 居家隔離者有59人 其中54人是鑽石公主號接觸隔離者 而截至潛伏期14天 檢驗沒有驗出陽性 北北基警報暫時解除 受到鑽石公主號影響 街道的人潮明顯變少 生意也變差 甚至有業者沒營業 桌子椅子都沒擺出來 幸好現在警報暫時解除 業者也鬆了一口氣 武漢會員開始 過來這樣子 生意這樣比較無阻 一來我們生理一定會比較差 你看街頭都沒有人了 你沒看過 雖然警報暫時解除 但由於發病後被診斷出來 還需要時間證明 後續還得要謹慎觀察 記者朱金榮李玉君基隆報道